那接下来呢 我们取肩部的一个穴 肩鱼 在肩峰的前下方 当它的这个臂平展的时候 在前方的这个凹陷处 是肩鱼 那么首阳明大肠经 它在上臂的 另外还有几个穴 那么就是在取肩和肩鱼的连线上 所以在 这条连线上 取肩上三寸 上三寸 有一个穴 首五里 那么同样也是在这条连线上 三角肌的指点 凹陷处 是居骨 接下来呢 首阳明大肠经 它就走到了颈部 在颈部呢 有两个穴 一个天顶 一个浮吐 这两个穴我们先取浮吐 那么浮吐呢 它是跟猴节相平 在凶索乳吐肌的前后缘之间 是浮吐 那么在浮吐 下一寸 在这个凶索乳吐肌的后缘 一个是口和疗 口和疗是跟人中穴 就我们说的水沟穴 香瓶 那么在这个鼻孔外缘之下 外缘的终点 在鼻唇沟内 是音箱 这是首阳明大肠经 一共是二十个穴 有少阳三胶经的穴位 三胶经的起始穴 关冲 关冲 在手 无名指的尺侧 指甲脚旁开 0.1寸 然后下一个穴 叶门 叶门在 手的四五指之间 指朴圆的后方 指摆肉计处 叶门 然后再向上 中主 在手的第四 掌指关节的后方 然后在万倍横纹上 指总身肌剑的 尺侧的 傲陷 量尺 那么接下来呢 三胶经它在 前臂的穴位 我们都要给它点在 尺骨和脑骨之间 那么首先一个 在 尺脑骨之间 万倍横纹上 二寸的 这是 外观 那么跟它相对应的 刚刚我们在 内侧 点的是 内观 也是上二寸 然后再向上 万倍横纹上 三寸的 也是在尺脑骨之间 这是 指钩 那么同样也是 是在三寸 这条线上 在尺骨的脑侧远 这是 惠宗 跟它在一条线上 再向上 也是在尺脑骨之间 上四寸 这是 三阳路 接下来呢 我们取 天井 天井 它是在 肘尖上 一寸 那么我们就是 从肘尖向上 向上摸 摸到一个凹陷 这个就是 桌前下 五寸 桌前下五寸 那么我们取 一半 然后再向上 一点 下五寸 这是 四度 三胶经 有一个穴 我们让它的这个 臂外展 在尖峰 后下方的这个凹陷 这是 尖 撩 所以 前与 后撩 一个是 大肠经的穴 一个是 三胶经的穴 然后接下来 在这个 背部 三胶经 有一个天疗 那么我们就是 找到 肩胛骨 内上角 找到肩胛骨的 内上角 天疗 天疗 然后在颈部 怎么与下合脚 相平 胸索乳吐肌的 后缘 有本经的一个穴 天游 你在耳后 乳吐与下合脚之间的凹陷 是一峰 然后呢 在侧头部 我们折 耳阔 向前 在这个耳间 直上 入法际的这个部位 有本经的一个穴 脚孙 那么呢 从这个脚孙 到一峰 我们沿着这个耳阔 外面做一个连线 给它做三等分 这两个穴 这两个穴分别是 赤脉和 卢西 接下来 在 这个瓶上 切记前 有本经的一个穴 耳门 那么再向前 在这个宾发 法际的后院 涅浅动脉 波动的这个位置 本经的一个穴 耳和疗 那么本经的最后一个穴 在眉梢的外侧的凹陷处 四竹空 所以这是三胶筋 上面的穴 一共是23个 那么小肠筋呢 起始的第一个穴 少则 在手小指的尺侧 指甲脚胖开 一点一寸 刚刚我们点的 阴晶的 在手小指的 脑侧 指甲脚胖开 一点一寸的是 心筋的 少 冲 所以这两个穴 我们大家不要搞混 然后接下来在 手的第五 长指关节前后 有两个穴 那么就跟我们刚刚 点取的 二肩三肩相类似 那么在第五 长指关节前的 这是 前骨 我们给它点在 赤白揉剂上 第五长指 关节后 这个凹线 这是 后膝 那么取完了 后膝之后 我们沿着 第五长骨 向上推 推到第五长骨的 基底 这有本经的 一个穴 腕骨 那么越过了 这个骨头 到达 齿骨颈处和三脚骨之间的 这个凹陷 这是 阳骨 阳骨 那么在前壁呢 小长径还有一个穴 也就是阳老 它是在 肢骨小头脑侧的 这个凹陷处 那么这个穴呢 先把它点上 这个穴我们也讲过一个简边的取穴法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将这个手的食指点在 齿骨小头上 然后呢 翻转 手掌向心 这个时候 食指尖就落到了一个凹陷处 这个凹陷处就是阳老 然后我们看小长径 在 齿骨鹰嘴和 公骨 内侧壳 之间的这个凹陷 这是小长径的 小海 小海 那么在 阳骨与小海的这条连线上 还有本经的一个穴 之正 之正是 晚贝恒门上几寸 上五寸 在万贝恒门上 五寸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我们讲过的 在这个万恒门上五寸的 都有哪几个穴 刚刚我们点取的小长径的 之正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上五寸的穴 还记得吗 大肠经的温流 那么小长径呢 它在上壁是没有穴位的 接下来呢就到了肩甲肩背部 那我们回忆一下小长径 它在肩甲肩背部它的巡行 我们看一下小长径 它在这个初肩解绕肩甲胶肩上的过程当中呢 它一共有七个穴 我们给它称作什么 七星台 七星台 所以我们看七星台 首先是肩针 那么在这个叶厚门头上一寸 肩针 从这个肩针直上 直上 然后我们推到这个肩甲岗下的这个凹陷 这是挠书 这个位置 这是天宗 那么从天宗直着向上 越过肩甲岗 到达这个岗上窝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这个是丙峰 然后接下来低头 我们找到第七颈椎 然后再向下第一胸椎 那么在第一胸椎 急吐下 旁开三寸 那么背部的血旁开三寸 我们怎么取 来数 然后在第七颈椎 急吐下 旁开二寸 这是肩中树 然后小长径就走到窗 就跟我们刚刚点取的浮吐 相平 但是在胸锁乳吐肌的后院 小长径的天窗 然后再向上 跟下额角相平 在胸锁乳吐肌的前缘 这是小长径的天蓉 所以到这儿呢 我们可以复试一下 围绕着胸锁乳吐肌的这些事 那么跟猴结相平的 在胸锁乳吐肌前后院之间的 是大长径的 还有天后院之间的 这个后院之间的 然后这个 这个是 天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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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撕棍 收一桌 天窗 收 une 这 我 三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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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 三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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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腱骨很高 我覺得你腱骨很高 應該在這位置 哈哈 哈哈 我看過 對嗎?那腱骨特別高的 應該在這 不要挑戰狼鞋 張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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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 挺高 就小長間 十九個選 十九個 在這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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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